早安,我們在國際社會客人宿願意這麼說 也有意思的 這句話這麼說 牛是無關,鴨是國 牛是無關,鴨是國 國義向國福 牛是無關,就是牛呢 它吃的稻草,稻草客家叫做無關 牛在吃的是稻草 鴨子吃的是骨 你想,牛呢,身體型那麼大 做那麼粗重的工作 要去旅田,又要拉車 要做很多粗重的事情 農事都要牛來做 可是他吃的東西,是農人不要的稻草 那鴨子平常沒有做事情 他只是這樣嘩嘩嘩叫 但是吃的是什麼? 確實是道普的精華 那麼,你會講說 這不公平啊 那你有工作的要命 吃的東西又那麼差 鴨子沒有工作,又吃那麼好 那我們客家人就會覺得說 各人想的福氣不一樣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福氣 不一樣 所以我們每個人要認清自己的本分 不要說去院長 比如說,我做那麼辛苦 我應該吃的更好 不要,我們要認命 事情,本來天命就如此 牛是不夠 所以我們要去院長 壓述國 以及我們國民鄉親 做一個認識的參考 最好祝福大家 今天很快樂 再見